涉協助中国青年驾船非法入境台湾的王瑞 经台湾法院判刑5个月定验得一颗罚金后 上月底向移民署递件申请政治庇护 但尚未获得核准 8日罚间执行 王瑞选择缴交约人民币10400元的罚金 无需入狱 由于王瑞还有其他案件在身 目前尤其律师担任聚保人 暂时不会被遣送回中国 王瑞说 王瑞曾在双十节前夕写信给蔡英文总统救命 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领袖风从德 也在美国隔海呼吁蔡总统误将他们遣送回大陆 王瑞说 新政府它应该有新的面貌 而且它的宣誓是走向世界 走向国际 它只需要做到这些 它就是要和世界的价值观一样 那当然我们要遵守世界的规则 这个世界规则就是普世价值 不迁法原则我相信 我们在这个一年中 在这个法律的过程中不断听到就是 这边的公务人员喜欢说他们依法行事 那很简单 两公约实行法也是法律 只希望他们也依法行事就可以了 王瑞案的律师张宣豪表示 就司法裁判的部分 他赞扬台湾的司法体制是进步的 是专业的 不受任何外力干扰 他并说 建议说希望台湾的 能够落实两公约实行法跟两公约的意志 然后同时间也紧述符合世界潮流去通过难民法 不管是不是针对中国地区 其实如果真的是世界上有难民 真的需要协助 台湾既然是一个这么自由民主 人权进步的国家 那我相信台湾可以给世界 包含对岸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的 移民署指出 台湾目前没有难民法 也没有庇护法 所以政治庇护没有依据 但会以难民法草案 以及两公约的精神当后续处理原则 也表示王瑞如果有想要前往第三国的明确意愿 将会携请外交部看看 那些国家有没有意愿来接受它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